大家知道嗎 上個禮拜 我們在黃屋仲業業或是黃衣仔見 最新的新聞是哪一則 時下燈的2.0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是在揭露 揭露什麼 揭露 是一個冰箱牌 被揭露藍牌 掌聲鼓勵 答對 30號跟大家講這次有趣的故事 我在29號晚上剛好參會 然後就遇到我們的花次長 從次長次長 我們那個時下燈的2.0到底會不會過 結果他當中就回答我 明天怎麼過了 真的我查了一下 真的就過了 那各位覺得這個時下燈的正確門牌 揭露這件事情是不是好事 是不是 是嘛 但一系列是不是正確 打個問號 對不對 什麼就是打個問號 好 那我要跟各位講 這件事情呢 消費者現在都知道 無時無刻去關心 我們現在市場的資訊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 創業的空氣場 其實呢 都可以繼續吃 我們的預警還沒有結束 所以未來 隨便號持 這樣的一個 銷售的博士 肯定是 現在僅僅是